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要來玩一款由Webzen原廠直營的 MMORPG手遊R2M 重燃戰火 它的前身是韓國的PC遊戲R2 已經運營了16年之久喔! 那R2M也完美承襲了原作的經典玩法 像是工程戰還有據點戰等等 勢力間大規模的PVP玩法 在今年終於準備要上市了 那目前在7月1號到7月3號之間 有這個CBT的封測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遊戲的內容吧!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遊戲畫面啦! 整個畫面做得算很精緻耶! 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那其實R2M這個遊戲比較偏向是 練主線把你的等級農上去之後 再把你的裝備往上強化到一個程度 接著再籌一些變身卡跟寵物卡 你就可以去找人家單挑了 在這個遊戲裡面暢行無阻! 所以我們現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先把等級往上練 那我們現在要來打個怪 收集一下小仙子翅膀 目前因為我們等級還有點低 只有一個技能 不過我覺得他技能方面 有一個還不錯的點 技能你只要往下拉 他出現這個黃色的框框之後 他就會自動幫你施放技能 我覺得這算是蠻方便的一個設計 好那主線進行到了一個段落之後呢 要來進行這個遊戲裡面超級重要 也是超級吃血統的系統 那就是變身還有我們的寵物抽卡 那現在讓大家看一下這個變身系統的介面 點進來之後呢我們可以先看到 哇! 這遊戲裡面最厲害的變身卡 也就是傳說卡 那這邊呢總共有八張傳說卡 相信一定是R2M的玩家 最想要獲得的變身卡了 有法師啊然後還有一些劍士 還有弓箭手等等的 其實他幾乎每個職業呢 都會有至少一張的變身卡 所以你不管想要玩怎麼樣的職業呢 都可以在這個變身卡裡面獲得 只是血統的問題 看你有沒有辦法抽到 好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他的這個介面 第一個呢就是他的名稱 然後接著呢是他的品質 是傳說或者是英雄 稀有高級普通 總共有五階的卡片 再看到下面就是他的職業 劍士啊弓箭手啊 還有法師啊還有刺客等等的 下面就是他的數值了 變身之後呢我可以獲得怎麼樣的效果 地獄魔神他就可以加你的血量加500 然後移動速度加16% 真的是超多 你看他普通的卡片 是不是就差很多 所以變身呢在這個遊戲裡面 一定是佔了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超期待的 因為他裡面總共有132種的變身 超浮誇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事不宜遲 馬上來抽變身卡吧 打開著背包之後呢 好我們現在看到了 高級的變身卡 我們總共有四張 都是11抽 所以總共呢我們可以抽出44支的變身卡 希望可以抽到好一點的卡片 查看結果 嘿 第一抽 抽到青蛙 獸人 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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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殼都沒了 咕咕布 它是麵包嗎 魔鬼 誒至少有第一張綠色了 誒 不錯不錯 好第二張了 因為呢這個遊戲裡面啊 是可以用合成的上去的 等一下我們來介紹給大家 再來 哦 三綠了 三綠了 誒這個蠻漂亮的 月精靈戰士 誒這個我算是蠻喜歡的 蘑菇寶寶 墮落吸血鬼 好那我們第一個 11抽呢 總共是4個綠 那我們接下來就再抽囉 誒 更好的 更好的 搗蛋 哥布里 你不要來搗蛋了 我不要你 矮人 誒有了有了有了 第三九綠 有希望有希望 財狼空箭手 第一金 啊兩綠了兩綠了 所有人戰士 怎麼又是你 無可蝸牛 零次 魚人 長得還蠻酷的 啊現在目前有3綠囉 畢根哥還爛 最後一個11抽囉 好歹來個藍的嘛 感覺到了 我感應到了 越抽越爛 我太難了 我們現在呢 給大家看一下 變身圖鑑 這就是我們目前所擁有的 啊有一些有重複的 血統不夠純正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合成卡牌的頁面 可以用一些 你可能不太想要的卡片 像這種普通卡啊 甚至是高級卡片 到後來也是可以慢慢的合上去啦 那我們可以按自動登入 我們要直接來合成看看 能不能合到一些比較好的 綠色卡片呢 GO 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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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有了 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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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蘑菇寶寶 有 是你 好飛喔 最後一張 綠色的 總要有兩綠吧 綠色 人生太難了 那接著呢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圖鑑啦 有些組合 組在一起呢 它可以幫你增加一些你本身的素質 奇妙的生物 剛剛看到的 五顆蝸牛 跟有顆的蝸牛 這兩個呢如果你都有抽到 那我們就可以魔法攻擊嘉義 收集圖鑑 增加你的戰力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接著就要來抽寵物了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寵物系統的介面了 好那最上面呢 一樣是它的名稱就是會有各類不同的 有小腕熊啦 有小火龍啦 還有這個樹苗龍等等的 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寵物 品質這裡呢它跟變身有一點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變身它有到傳說 寵物只有開放到這個英雄的等級 那接下來下面這個部分呢 一樣寵物是可以提升你本身的素質的 最厲害的傳說寵物呢 直接幫你增加經驗值20分 那你練等的時候非常的需要 我們總共有四張高級寵物的抽獎券 那一抽呢也都是11隻 啊 該來一個厲害一點的了吧 剛剛這麼非洲 現在要很歐了吧 第一隻就小豹牙 松鼠 又小豹牙 流浪小雪 再降下去我真的要去流浪 欸有綠色的了還不錯還不錯 這好可愛喔 這隻兔寶寶我喜歡 可愛可愛 我11抽裡面抽到了3隻小豹牙 抽又 先不要 叫你先不要你還給我 那接著來抽第二抽囉 欸 GO 金色的 出喔出金色的 是藍色的還是紫色的呢 有這個金色的其他都沒關係 要來抽這個金色的卡片喔 嘿 紫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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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們抽到紫色了 赤色光之龍 果然剛剛變身沒有抽到的東西 在寵物這裡還給我了 我的血統還是蠻紫色的嘛 那我們現在看到寵物界面裡面 只要是這種 英雄卡片 他就要到一個特別的地方去理 就是 英雄雀琳 我終於可以用到這個系統了 長得挺可愛的 雀琳 給大家看看我可愛的赤色光之龍 他可以增加我們的經驗20% 然後增加契約效果30% 我覺得增加負重呢 也是寵物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點 因為你遊戲玩到最後啊 你光是裝備啊 就已經佔了你負重非常大的一個比例了 那我們就來召喚一下 哈囉 好可愛喔 在人群中一眼就可以認出我可愛的小寵物 我感覺我變強欸 兩下就打死了超猛的 好那我們接著呢 要看到強化裝備 裝備強不強 就代表了你這個人的戰力強不強 就是打開你的背包 在這邊呢有個裝備欄 就會有你背包裡面所有的裝備 那我們現在進入到這個強化的頁面了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右邊 就是有我們的裝備還有卷軸 在左邊呢 就是我們目前的裝備的素質 他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這次強化成功了 那你可以加哪一些的素質 那我們就用這個卷軸 總共有11張 我們的目標呢 就是把它衝破這個安全的強化值 所以我們把它衝到加7 那我們先把它自動強化到加5 OK那現在呢已經加5了 我們還有7張的卷軸 加6 哎呦喂 接下來呢 如果沒有成功的話呢 道具是會消失的喔 到底我們能不能把它衝破安全值呢 手氣這時候很重要 強化 好緊張喔 白頭成功 成功 哇賽 成功了 超棒的 非常的厲害呢 我果然是歐洲人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強化看看我們的防具吧 那其實防具呢 它的安定值只有到加4 安全起見呢 我們就把它加到4就好 把防具也強化到了加4 真的是有變強的感覺耶 我們這裡呢 再跟大家介紹一個小小的系統 圖鑑系統 它裡面呢會有分成非常多不同的主題 像是有地區主題 又或者是活動 地區裡面這個拜倫領地 開拓者平原強化武器套組 就是說我們只要去集齊了 然後都把它衝到加7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增加物理攻擊 所以其實這個道具圖鑑呢 也算是一個還不錯 可以讓你不浪費所有資源的系統 那這個遊戲裡面啊 其實還有一個讓我覺得非常佛心的機制 剛剛不是在抽變身卡 或是在抽寵物卡 我們會去做合成 那萬一合成失敗了 我們想說啊完了 就沒了嘛 但是其實不會喔 它還會獲得點數 當你的點數呢 累積到了一個目標值之後啊 你就可以100%的獲得你想要的寵物 或者是變身 超好的吧 真的是把你所有的資源應用到極致耶 那像武器強化也是 我們剛剛不是非常害怕 武器強化如果爆掉了 在失敗之後呢 還會獲得強化的點數 所以你只要使用強化點數呢 就可以提高強化成功率 總有一天可以給它衝過去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R2M的這個封測體驗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更豐富耶 抽卡系統呢 真的是沒有讓我失望 當初最期待呢 就是它的變身 還有它的寵物抽卡了 它的變身呢 每一個都長得非常的漂亮 希望我有一天可以擁有 傳說級的變身卡片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 差不多告一個段落了 我們之後就遊戲裡面見吧 掰掰 等下